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。 其实我们的双手和我们全身的器官是紧密相连的, 意味在我们的手臂上面呢? 有六条经络联系着我们的全身, 有三条阴经,心经,心包经,肺经, 三条阳经,大肠经,小肠经,以及三胶经。 这些经络呢,关系着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, 像精神状况,睡眠状况,消化状况,呼吸状况, 以及我们的排泄状况,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呢? 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,但是很多人不知道, 这些经络应该如何去锻炼,如何去疏通。 那么今天呢?咱们就给大家分享一套举手法, 来疏通这些经络,朋友们可以学习一下, 并且呢,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, 让更多的人受益。 首先我们初级阶段锻炼的动作呢,是一个平举, 我们可以采取端座位,也可以坐在椅子上凳子上去锻炼。 第一个动作呢,是将双手往两侧平举, 这样展开手心,可以往下也可以朝前啊, 我们保持住这个动作就可以了啊, 抬起的高度与肩膀同高就行了。 注意要保持我们腰背不挺直,练习呢,我们要循序渐进, 开始的时候可以先从两分钟三分钟练起, 逐渐增加到五分钟十分钟这样。 第一个相对来说,还是比较简单的。 然后呢,我们来说第二阶段, 终极阶段,终极阶段呢,是一个竖直往上去, 我们呢,还是采取一个这样的端座位。 或者说呢,坐在椅子上。 凳子上咱们呢,给大家侧面来演示。 大家看一下,我举手的一个程度啊。 这里呢,我其实在端座的时候呢, 有一个这样的小垫子。 这样的话,我们再坐起来呢, 会更加的舒服一些。 这样做好以后呢, 将你的双手,这样用力往上指向天空。 注意,要保证我们的腰背部, 在一条直线上。 手指呢,尽可能垂直上举。 注意我们这里,要举到自己的极限。 胳膊不要往前探出,要往上举。 我们也是要循序渐进地去练习。 先从两分钟,三分钟练起。 那么这个动作呢, 可以让我们的胸腔完全地打开。 你会发现你的呼吸, 也变得比较顺畅了。 这是一个中级版的动作, 然后呢,还有一个高级版的。 是一个站立式的。 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, 高级版的动作呢。 需要配合我们双腿, 做一个往上垫脚的动作。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 双脚打开, 与肩同宽。 我们双手还是用力往上举。 然后呢, 把脚跟往上踮起来。 用我们前脚掌支撑住, 保持住这个姿势, 给大家侧面演示一下。 注意我们在往上垫脚的时候, 你的肚子不要往前顶出去。 我们的身体呢, 依然是保持一个直立的状态。 其实这个动作呢, 它是可以锻炼我们腿部的六条经络。 好, 我们在维持这个姿势的时候呢, 像我们的首三阴, 首三阳以及足三阴, 足三阳都能够锻炼得到。 注意, 练习呢, 也要循序渐进。 时间先有两分钟, 三分钟, 然后逐渐地延长就可以了。 那么以上呢, 就是通过举手, 来锻炼我们身体经络的方法。 学会的朋友呢, 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, 选择适合自己的一种方式来锻炼。 如果说我们可以练习高级版的, 那是最好的啊, 因为它可以同时去锻炼到, 我们下半身的经络, 需要注意的是, 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呢, 要尽可能地去放空我们的心思, 要心无旁骛, 不要去想一些杂七杂八的事, 更不要去看电视啊, 或者说与其他人交谈。 这样有的人可能会说, 能不能听一些比较柔和舒缓的音乐呢? 建议大家呢, 还是不要这样做, 因为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, 我们的思绪呢, 可能会随着音乐游走, 那么我们在保持动作的时候, 可能会出现偏差而不自知。 我们可以时刻去感受, 我们身体的一个变化。 其实我们在进行举手锻炼的时候呢, 是将我们身体气血, 灌满这些经络的一个过程, 但凡有经络不通的地方呢, 就会出现一些酸麻胀痛的感觉。 所以说很多人在练习的时候, 出现一些难受不舒服的情况呢, 也是比较常见的。 大家随着练习, 像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呢, 就会逐渐地缓解并消失。 我们每次坚持的时间的长度, 也会越来越长。 而且呢, 我们通过这样的举手锻炼, 你会发现你的手臂也会慢慢地变瘦。 当我们身体经络完全畅通的时候, 你会发现你的身心都变得非常的舒服。 今天咱们再给大家分享一个, 非常高效的减肥瘦身动作, 提膝胯下肌掌。 这个动作呢, 能够对我们的全身进行锻炼。 也就是说, 这个动作, 可以对我们全身的脂肪进行消耗, 尤其是对我们整个腰腹部的锻炼, 是非常不错的。 接下来呢, 咱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下。 朋友们呢, 可以学习一下, 并且呢, 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。 那么这个动作呢, 它涵盖了一个双手上举下落肌掌, 同时呢, 一个高抬腿提膝。 这样的一个动作, 那么我们练熟练之后, 可以配合上一个简单的跳跃, 让瘦身的效果达到最佳。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, 呼吸与动作的配合, 以及我们身体, 需要保持什么样的状态。 自然站立, 双手往两侧平举, 这个过程是吸气, 然后我们呼气, 将双手下落在我们的胯下, 做一次击掌。 也就是说, 在呼气的时候, 将你的腿做一个高抬腿提膝。 那么机掌呢, 要在我们的胯下。 注意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, 身体不要前倾啊, 不要弯腰, 因为很多人的柔韧性不好。 为了机掌, 可能需要弯腰才能完成机掌。 千万不要这样做, 咱们刚开始的时候, 可以先拍在我们的大腿上面。 随着练习, 我们这个高抬腿, 提膝的高度也会逐渐地增加。 也就是说, 我们的柔韧性, 在这样的锻炼过程中, 也能够提升。 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。 那么对于一些有骨盆前倾的人来说呢, 通过这个动作, 也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纠正。 接下来呢, 咱们就带着大家来练习一下。 朋友们可以跟我一起来。 吸气, 双手往两侧平举, 然后呼气, 吸气胯下肌掌, 吸气, 呼气, 给大家看一下侧面。 注意我们的腰背部, 要始终保持挺直。 不要往前弯腰, 不要前倾。 那么时间久了之后, 我们可以配合一个简单的跳跃。 这个动作, 咱们一左一右, 各提膝一下算一次。 20次为一组, 每天呢练习3到5组。 练完以后, 你会感觉全身发热, 也会感觉到全身出汗。 这么一个现象啊, 是比较好的。 再有就是我们整个的呼吸频率, 血液循环的速度, 都有了一个很好的提升。 它燃之瘦身的效果, 绝对非常不错。 尤其是对我们整个腰腹部的锻炼, 是非常好的。 好了, 今天的视频,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 希望学会的朋友, 可以每天坚持去做一做, 长期坚持做, 一定会有很好效果。 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视频分享出去, 让更多的人看到。 咱们下期再会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